大家好,欢迎来到好股团,我是团长 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 牛市早已在路上,券商股的极限在哪里 我们知道券商股在上周持续放量大涨 像极了14年下半年的样子 中信证券和中信箭头合并的消息被辟谣了 但这两个股票还是双双涨停了 在14年,当时的南北车合并的消息也被辟谣过 但最后合体成为了中车 很多人说牛市来了吗 其实创业版指数早已经就是牛市了 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年初创业版指创了低点1184点 到今天创业版指已经量1400多点 创业版指数已经翻倍 你说这不是牛市吗 那么上证指数呢 它在19年1月4号创下了那个低点 2440.91 它其实呢是这轮牛市的最底部 但从牛市的酝酿来看呢 牛市进入快速上涨阶段 它是容易引发赚钱效应 如果你要是会波浪理论 大概率能看出这是一个第三浪的开始 所以快速上涨的阶段 赚钱效应最高的阶段 往往能吸引最多的资量资金进程 所以进入牛市的中断 那么如果牛市来了 券商究竟能涨多高呢 是吧 最近券商股连续大涨 很多人问券商股还能不能买呢 那我们来回顾历史 从过去两年牛市来看呢 05年到07年的波大牛市 券商股呢市值小 再叠加这个股权分质改革 很多券商呢都是借壳上市的 所以券商股翻了十倍 甚至二十倍的都有 13年到15年的波大牛市呢 这个券商股市值大了 能上市的券商小的 它也有几百亿 大的都是上千亿 所以涨起来就相对笨重一些 当时是呢 一个月内券商只数翻倍 而到最终牛市结束呢 整个券商整体的水平 在1.5倍到2倍之间 也就是大部分券商股 是涨了150%到200% 那这一轮 券商股呢 因为现在券商的市值更大了 所以涨起来呢 就更加笨重 再加上呢 从19年1月份 那个低点 到这一波启动前 券商股大约有50%涨幅 所以我们后面预期 券商股的涨幅呢 可能并不会像 前两轮牛市那样高 我们以券商ETF为毛 这一波启动前呢 它的低点呢 是0.85 一轮牛市 整体的涨幅呢 它能够在50%到100% 我认为就非常乐观 这是ETF 那么这两天呢 券商ETF呢 是连续的大涨 那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参照物 那就是券商的龙头 中心证券 它在07年大牛市的时候 中心证券的价格最高 是35块2 在15年大牛市 中心证券价格最高呢 是36.5 目前 中心证券的价格呢 是28.67 如果这一波券商的高潮呢 能够让中心证券 到达36年 大致呢 也就还有25%的涨幅 如果能涨30% 价格呢 将达到37% 也就是超过前两轮牛市 它的高度 所以这是有代表性的 这个指标股 当然呢 因为市场传言 中心证券可能会 跟中心建的合并 所以这两个公司呢 最近的上周五吧 也是出现了涨体 对吧 你看 它市值3700亿 盘子非常大 这个我们看的是月线 所以从指标股上面 你也能看出 某些券商股 即便如果我们牛市真的来了 它的空间有多大 那么牛市真的是来了吗 其实呢 在团长看来呢 牛市来没来不重要 但它没那么重要 做久了市场 你就会知道 这没人猜得准 我们要做的就是 大概率正确的事情 那什么是 大概率正确的事情呢 就是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喝久必分 股票市场呢 低久了就会涨 涨久了 也会跌 那么A股 究竟低了多久呢 我们都知道 15年牛市 是上一轮牛市 对吧 15年 6月15号见顶 到现在呢 已经过去五年多的时间了 长期的熊市 那么在五年的时间里 它每股是怎么走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标普500ETF 从0.9到2.36 翻了一倍 还多 那么A股市场呢 指数呢 也就才刚刚突破3000点 所以从空间上讲了 从时间上讲了 其实呢 上涨的概率呢 肯定是远大于下跌的概率 因为跌的时间太长了 那么与美股不同呢 A股现在呢 真的也是足够的便宜 我们可以看这边估值 对吧 整体的市盈率 上阵的市盈率 都在20倍以下的 即便是创业版的市盈率 也是在四五十倍左右 所以整体估值并不高 但我们看美股的一些 龙头公司 我们都知道拼多多 的一些中概股 都是过上千亿美金了 就拿特斯拉来讲 特斯拉都已经过 两千亿市值了 超越了所有的一线 这个汽车厂商 所以美股的泡沫 你说严重 它也是相当严重 那么A股呢 目前来讲 其实很多行业呢 它还是低估的 尤其呢 是在这个全球 大放水 对吧 资产荒的背景下 所以增配A股 它已经成为了 全球投资者的共识 把外资在大规模流露 那我们内资呢 团长之前的视频也讲 上半年呢 全一类基金呢 募集超过万亿 它就是牛市的感觉 对吧 15年牛市 也不过如此 所以半年过去呢 全一类基金呢 规模如此之大 也意味着大量 这个潜在的资金呢 会助推市场的走向 那么市场要想继续走下去 要想有牛市 一方面呢 这个股票市场要涨 对吧 引来足够的赚钱效应 另一方面呢 赚钱效应呢 带来了更多 新增资金进场 因为 越是牛市 越是牛市的后半段 其实涨得越厉害 你要看15年5月份 对吧 6月份建议 5月份那一波 涨得最快 因为大量的 能看到的赚钱效应 进来 所以迅速的 让股市呢 短期内爆上 所以既然 可能行情 有所乐度 那么作为 股市场投资者呢 理应呢 去把握这样的机会 因为牛市呢 可遇不可求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